我跟我老公都瞎懵了 一塌糊涂 首先我们一户人家的话 一个厨房间一个卫生间是最主要的 特别是我们女同胞 厨房间里面的水槽下面 全部都没来掉 金大姐的房子位于杭州上城区 建国南院45状 面积60多平方 金大姐说 房子委托给我爱我家 京师院门店出租 三年期平均每年4万租金 她说自己一一查看后 发现包括煤气灶 马桶冰箱衣柜 总共有十多处损坏 想想我爱我家知名品牌 在我们杭州是这么好的 结果也不行 我们多次呢 上门到他们总部 多次去洗装 最后呢 同意没修好的 或者无法修好的 找我们老公 反正作为我们来说 也良心平平 他们说一口气 一口价打包3000元 让我们自己去弄 金大姐说 想着退一步 就答应了 可谓的这事儿 又耗了近40天时间 房子也暂时没法正常出租 造成了损失 她觉得中介方面 也应该对此做出补偿 精神上的大气 实在太大了 毕竟我们也都上了年纪的人 因为沟通好后 他们跟一五月到最后 也是这样说的 房租费我们是不付的 你们真的要那么通过法律途径 到期之后嘛 就说阿姨说了那个 里面那个东西就是坏的 就是比较多嘛 东西坏的比较多 那我们当然说实话 你租房这么三年下来 你肯定是有折损的 不可能客户他不用 或者没话 因为包括那个什么油烟机 上油多或干嘛 你说他那个东西没有了 我们能修 那基本上大家能协商好的 对吧 那我们也不会说 那个怎么怎么说呢 那客户也在这里 我们当面当面协商 张经理表示 租期到了之后 就办理了交接手续 东西有损坏 也照价补偿 具体金额 金纳姐已经和总部谈妥 而对于维修期的补偿问题 等总部回复后 他也会及时反馈 这个东西 他不是说单方面的 我再跟你讲好了 就好像你房子 租过我们之后 那说实话你三年 那我们也是在付房租的 你说什么东西 全部都当我们维修 他这个时间的话 那 换句话来说 你哪怕就说 我们给你换啊 或给你换 他肯定需要时间 你说这段时间 包括我们给你维修的东西 这些时间 全部要算上时间的话 那其实怎么说呢 也是不合理的 后来 金师院门店负责人 胡店长反馈说 对于房屋委托期满后 公司在维修设施期间 是否需要向房东 支付相关费用 公司没有具体规定 接下来 会与金大姐 再做沟通协商 要把包衡经验 记者报道 小时 我发现那些人 都不合理的 是什么 我发现那些人 不合理的 我发现那些人 是什么 不合理的 您的 那些人